秋天是吃龙虾的季节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异常新鲜肥美的龙虾 知识龙虾 姜葱龙虾 避风糖龙虾可谓是小编的最爱 不过近日加州发布了一则消息 龙虾极有可能会被下架禁止销售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本月初 加州Monteri Bay的水族馆发布了 针对龙虾进行的海鲜观察计划 Safe Watch观察计划的评估结果显示 捕捉龙虾对稀有鲸鱼构成极大的风险 需要避免捕捉龙虾 消息一出 龙虾被列入了红名单 目前部分餐馆和零售商 正准备将龙虾从菜单和货架中下架移除 这意味着 如果海鲜观察计划被政府采纳 将有更多的餐厅和零售商 加入禁兽龙虾的行列 为什么捕捉龙虾会对鲸鱼造成威胁呢 不是应该担心龙虾灭绝吗 小编不懂但大为震惊 这份海鲜观察报告显示 捕鱼液对北大西洋鹿脊经构成威胁 鲸鱼会被龙虾捕捉陷阱鱼具缠住 受伤甚至死亡 目前的海洋管理措施不够完善 不足以减少鲸域被缠绕的风险 也无法恢复该物种的正常数量 根据国家海洋局和其他相关科学家表示 目前北大西洋野生鹿脊经数量不到340头 在过去十年间减少了28% 除了龙虾之外 大部分鱼场也被列入红色名单 意味着这些红色名单的鱼场销售会造成影响 本周不少企业承诺将避免生产和加工 任何出现在红色名单上的海鲜产品 以规避自己的鱼场被列入红色名单 部分鱼业从业员表示不买账 尤其是龙虾捕捞业的成员 极力反驳这一项海鲜计划 缅因州龙虾协会执行董事 Pot Comin Karen表示 缅因州是美国大部分龙虾栖息的地方 近20年来没有任何记录显示 捕捞对北大西洋 鹿脊经造成伤害 同时其指出 龙虾业是世界上最具可持续性的渔业之一 一代代龙虾养殖者在不断传承和改善海洋管理 以包括严格保护龙虾资源及其他生物物种多样化 用小编的话说 应该就是我们龙虾鱼业管理的很好 你们海洋管理不善 导致鲸鱼减少 我们不背锅 但是这份红色名单出来之后 已经有不少餐馆和鱼业立刻禁售龙虾 哈喽生鲜的负责人 第一时间表态遵循海鲜计划的方针 禁售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鱼虾鱼场 未从红色名单中出来 禁售龙虾 世界上大多数的美国龙虾这一物种 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和加拿大的东部沿海 而龙虾卷作为这一海鲜的标志性食品 受到全世界的喜爱 2021年美国龙虾捕鱼业打捞1.3亿磅 价值超过9亿美金 这一禁售无疑对这部分的产品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在小编看来 与其直接禁售龙虾 还不如多花精力规范鱼业养殖捕捞 优化鱼具减少对海洋其他生物的危害 小伙伴们觉得龙虾会被全面下架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